中打爆了 我们再次谢谢小孩子 给我们所现餐的这首歌 所以每一次小孩子上来 现餐的时候 我们都要纪念到那些老师们的辛苦 所以能够唱一首完整的歌 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也谢谢那些老师 当然也要谢谢家长们 每一次练唱你们都要等 所以都要 比如说要饿着肚子 等他们现餐完 所以这些都是要一起的同心 才能够完成 这个一首歌 这个现餐 当然我们一切荣耀 都会给我们的神 再次祝福妈妈们 这个母亲也快乐 用神大大的师父 那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说 孝敬这个父母 那刚才在这个起立文 还有我们有一首诗歌 在这个生命圣诗 应该是509首 现在不用唱了 刚才唱了 如果等一下讲完到 还有时间我很想再唱 实在是很好的诗歌 这是我从小这个校 我们没有叫母亲节 我们以前教会 以前我们在这个东南亚 都是叫这个校庆节 这个母亲节的时候 在东南亚是校庆节 所以没有庆祝父亲节 所以就是校庆节 就两个一起的来庆祝 所以这首诗歌呢 就讲到这个校庆的 但是里面的这个意思啊 非常非常的好 那今天早上 我们先来看一处的经文 就是在以福所书第六章 一到三节 那么以福所书第六章 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的来念一下 你们作和你们 要在主里均从父母 正是你所爱人的 所以说 父母使你得福 再次承受 这是第一条带病的天理 好 我们就念到这里 我们再次历头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 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气息 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敬拜侍佛你 特别我们在这个主日 我们也特别纪念母亲们 主啊我们真的为母亲 献上这个感谢 主啊这个婚姻来自主 你自己所设立的 主啊透过这个父母 主啊使我们能够更多更加的明白 天父的这个慈爱 主啊我们献上感谢 请你继续来引导我们 以下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时间 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 主啊愿你宝贵是圣灵 自由的应行 主啊引导带你听跟讲的 我们同受到这个圣灵的这个指引跟感动 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服服在你面前 我们来敬拜师父 我们向你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礼前 我们都知道母亲是很伟大的 所以刚才所唱的这个诗歌 她说母亲是什么的 当然也是这个女佣 也是医生 也是药剂师 也是老师 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 但是就是母亲没有拿到薪资 所以她这个诗歌里面说 如果母亲有拿薪资的话 她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但是就是很多很多钱 所以这个是 所以就看到这个母亲的这个伟大 那母亲所付的代价 真的是我们不能够来计算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试炼 并且孝敬这个父母 当然今天讲母亲要好好的孝敬这个父母 当我想到 就像我的题目讲孝敬父母 等一下会讲 就让我想到这个圣经里面 有很多伟大的这个母亲 像摩西的母亲 像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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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母亲 哈拉 哈拉是祷告的这个母亲 还有谁呢 奇摩 大概的这个祖母 这些 都非常非常的伟大 所以如果你好好细心来读 这些母亲们的这个生命 所以都对孩子们有这个 这个极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若不是父母们的这个勇敢 信心啊 可能也就没有他们 你看摩西 所以这个母亲 是很有这个信心勇敢的 所以王 当时要把这个 吸过来的孩子都要把他 这个杀掉 一生出来 男的要杀 女的 把他全留 但是摩西的母亲呢 怎么样 把他暗暗的残起来 这个暗暗的违背 这个世上完的这个命令 如果被抓到会怎么样 他们全家可能就有这个生命的危险 但是母亲 这个摩西的母亲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武当 所以他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勇敢 所以把他的孩子长起来 所以你就看到 一个母亲啊 对自己不露至亲的 那种的这个爱 那种的保护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动 那我今天特别提一下这个玛利亚 大家都很熟悉玛利亚吧 这是耶稣的这个肉身的这个母亲 但是我们说我们也不可以把这个玛利亚看为什么 这个神的这个地位 但是你这个人 这个母亲的这个身份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他被他被我们说上帝所减审 所以神特别这个减审这个玛利亚 所以称她为这个什么 宝福的这个女孩 所以呢 她说天使猜派被这个上帝猜派到这个玛利亚面前的这个时候 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说你要有圣灵感应 怀疑生子就是神这个玛撒亚 当然这个玛利亚当时非常的这个疑惑 但是天使跟她解释 那么她后来讲了一句话 她说请愿照主的话 就是照神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这个身上 我不晓得你们 当她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哎呀给我们很大的这个 属灵的这个看见透视 但是有没有想过说 其实她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你当时的这个玛境情况 她讲这一句话的这个时候 其实很有可能的 她讲这句话 召来被石头打死 所以说 因为在犹太人佛西的律法里面 那些犯监隐的这个妇女 你没有这个成亲 却有这个孩子 父亲是谁 所以带来的是什么 所以你就知道 是用石头打死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 她遵照神的这个意思 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在她身上 因为她要做一个母亲 所以她宁可遵守神的这个诫命 所以我们说 当你想到玛利亚 想到母亲的时候 哎呀真的 你好好想的时候 真的很感动这个女的 这位玛利亚 所以你看她后来 其实她的味分又要把她修了 因为没有这个结婚 就怀孕 但是后来 在梦中神向她提示说 你尽管怎么样 把你的味分去取过来 因为她是什么 圣灵感应的 神要在玛利亚这个身上成亲 所以后来 约瑟也是因为敬虔爱主的 就把这个玛利亚取过来 所以我们说 神都有在她们身上的这个安排 大家都知道后来上册 玛利亚的这个怀孕 真的是很辛苦啊 我们丈夫说很辛苦 只有妈妈真的知道多辛苦啊 所以那个时候要禅途八岁是上车暴凌的 所以她多花在这个痛苦 所以要生产 又没有这个地方主 只有什么 麻草 只有这个麻草 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个母亲啊 这个母亲啊真的是 很怎么样 很味道 圣经没有记载她买越生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我们说生 那你说啊 我要怀孕生以赛养 但是要生现在连地方都没有 但是这个玛利亚 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什么 忍耐的心 这个耐心 所以做一个母亲 这个耐心啊 这个是很味道 所以多少时候啊 你们也是忍耐着这个 这个怀孕的这个痛苦 还有这个什么 各种环境所带来的痛苦 这个耐心啊 这个是很难的 那么后来 在耶稣十二岁的这个时候 可以上圣殿嘛 这个崇拜聚会王 回家走了三天的路 他们才发现耶稣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后来又回去找他 当他回去找他的时候 耶稣做什么啊 他在这个 我们说老师的这个面前 应面听怎么样 应面问 所以玛利亚对 当然我们做母亲的都知道啊 哎呀 孩子好像不听话 没有感觉委屈啊 对不对 所以就说我啊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你看你父亲和我怎么样 三心的来找你 耶稣怎么说啊 为什么找我的 岂不知我应该 以我父的事为灭吗 如果是你的孩子 你就这样打了巴掌 好像是顶串这个母亲啊 是不是 但是耶稣虽然讲了 这个他后来一个人就走了 但是玛利亚知道 所以我们就说玛利亚真的很理当 因为他知道他所怀孕的 所生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是彼赛的 虽然他这么说 他还是怎么样 默默的静静的这个静 把这件事情也要 放在这个身上 当然 耶稣讲这一句话的这个时候 耶稣也静坐 这个儿子的这个本父 就顺服跟着什么 跟着父母回家去了 圣经很 你们回去看看圣经很奇妙 当耶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圣经特别提了一件事情 他的智慧与神量都一起成长 他的智慧与神量一起成长 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一个孩子 如果能够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 有神的心在他们的里面 圣从父母 听从父母 也有神在他的心里面 他的智慧和神量都一起成长 意思说身体长高了 他的智慧各方面也怎么样 随着这个圣经 圣经很奇妙 特别讲到耶稣这件事情之后 记载这个 所以也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教导 要让孩子们有怎么样 服从这个权柄 来认识神 那么他智慧与神量 都一起成长 不然的话我们给他吃饱饱长高高 但是 这个智慧啊 没有随着 我们说也很 所以很难过 那我们说这个玛利亚真的是 这个很稳大 那么还有一次 耶稣出来传道 那么他父母跟他的家人来找耶稣 当他找耶稣的时候 耶稣怎么讲 有人说耶稣啊 你的父母跟你家人来了 就在里面了 那他怎么回答 他说谁是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谁是我的弟兄 凡尊行我天父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你孩子在那边讲道 你来找他 有人说你母亲啊 他说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这个 这个父亲 一个做母亲的那个时候 如果听得为了怎样啊 我是这样是想以 人 地上的这个做母亲的这个心情 来讲的 当然是觉得非常的 但是玛利亚怎么样 他明白 他明白这个耶稣是第一样的 所以他知道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 当然也告诉我们 做母亲的伟大的时候 就是很体会体谅 这个孩子人的那种的这个角度 他的这个角色 就是人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这个玛利亚真的很伟大 特别如果又看到他的这个 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心是多么的怎么样 有所诗歌说如什么刀割 所以他心 我说这个母亲节的时候 想到玛利亚的时候 他真的是最强烈的 那耶稣有没有孝敬他的母亲 有 他三十年在家里 尽人的这个本分 做个好孩子 来孝敬他的这个父母 甚至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还把母亲特别交代这个约翰来照顾 所以尽了他的这个本分 还有我们从这个玛利亚的身上 从耶稣身上 真的是给我们学习啊 因为母亲的这个辛苦 所以做母亲很辛苦的 所以刚才诗歌里面都做到了 是非常辛苦 从玛利亚的这个身上 也让我们看到 做母亲实在不容易 他这样的这个耐心 民类的心 智慧 真的 我们彼此的鼓励 就是母亲 他也彼此的鼓励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孝敬这个父母 因为父母真的 特别是母亲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要孝敬 所以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 所以让我们看到 这个 讲得很清楚说 你们要怎样孝敬 这个父母的这个道理 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这个节律 不单单新月讲 其实旧月一开始都讲了 大家都知道十条解密 十条解密 所以如果你看他们说 前面十条呢 是这个 他们说是天道 什么是天道呢 就说是属天的 是讲道 人对神应该有的这个态度 跟这个心 所以一开始说 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对神对神 对这位真神应该有的这个态度 后面六条呢 是讲到这个人道 人道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到说 人与人之间 在世上 我们跟人的关系 跟父母的关系 应该又有怎样的一个态度 那么在人道的第一条 就是十节的第五条 就讲到什么 要孝敬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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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圣经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道理呢 这个道理呢 讲到这个非常清静 特别又讲到说 孝敬父母是什么 是带有这个应许的这个决令 是带有这个应许的这个决令 所以九月圣经 就给我们讲到这个非常清晰 其实我们 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如果听到这些不难 因为都告诉我们说 要怎么样 要孝敬这个父母 真的如果没有孝敬父母 真的是什么 密道 所以不符合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我们 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 也非常非常的清楚到说的 不单是十条解密 甚至所罗门王也讲 在这个 在这个真言书二十三章 我们来看一下 真言书二十三章 二十二节跟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当讲到这个孝敬父母的时候 那么真言书里面 讲得更加清楚 什么是这个孝敬孝 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你要听从生理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以描示他 有没有 你要听从生理的这个母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以描示他 是不是 当然 人老 语学的这个问题 我们特别要承认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年龄中间的这个 长大 你就会发现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点不耐访 为什么呢 太啰嗦 当然有的时候 也随着这个 时代的改变 他们所受的教育 跟我们的教育 又不一样 有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父母啊 都是什么 老 老是什么 哈哈 总之呢就觉得 哎呀你们 不如我们这样子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是现在有的 啊 在很久 年纪 就有时代的时候 所罗门那个时候 就有了 啊 所以他就劝勉 啊 这些人说 你们要怎么样 听从生理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不可以 描示他 啊 所以我们 口口说 如果我们要孝敬 我们的这个父母的话 那我们 就不可以 描示这个母亲 啊 也要听从这个父亲 那么二十五节 你要使什么 父母欢喜 使生理的快乐 啊 所以今天呢 要我们做儿理的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使命啊 做什么呢 要使父母欢喜啊 啊 使生理的这个快乐 哎 你想想看 最近啊 你有没有使生理的快乐 还是你致使他生气 啊 这个好 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可是圣经给我们这个钱 说要使父母欢喜啊 使生理的快乐 啊 这就是什么 这个是孝敬 这个父母啊 这个孝敬父母啊 这个孝敬父母啊 所以 有没有给爸爸妈妈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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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爸爸妈妈钱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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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不是 其实我叫我孩子 你救过呢 你要给我钱 哈哈哈哈 其实我也听到一个牧师说啊 他说做父母的说 哎我够我够孩子 不要给我钱 他说是错的 哈哈哈哈 给多给少是一回事 但是呢 你总是要尽你的这个本分 来孝敬这个父母 所以他讲了一个很好的类似 我们的天父缺乏钱 我们的天父缺乏钱 整个山的这个羊群是属于神的 但是圣经里面一直强调说 信徒们必须要奉献 为什么呢 因为讲得很清楚 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这个 我们说生活 这是一个爱的这个表现 这是一个爱的这个里面 礼物 是不是 今天并不是说 我有钱孩子不必给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很自动说 哦 你的生日 或者圣诞节的时候 当然他们买礼物 是不是 他讲有的时候 给你五十块钱的这个红包 是很高兴对不对 呀 所以他说千万父母说 不用不用不用 给他说 你要说感谢神哦 哦 有更多钱花 所以 就是他以天父的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 过年过节啊 那时候 一点的表示 你的父母会怎么样 会很欢喜 生理的会很快乐 是什么 这是一个孝敬的表现 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好 这个 我们说在旧月圣经里面 我们也看到许多的这个好历史 那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个 谁呀 啊 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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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在年老的这个时候 才生了这个谁呀 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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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去乙伯拉罕 他真的顺从这个父亲的命令 把他怎么样 帮父亲 谈个茶啊 什么 上三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也看到父亲怎么样 听从神的这个命令 他自己也顺服父亲的这个 这个 这个平导 所以他就上三局 所以我想给他一个很大的 神秘的看见 因为他顺从 然后看到神 这个预备 在山上有这个预备 这个赏感给他 所以我们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顺从顺服 这个父亲 我刚才讲的耶稣也是 他在世上的时候 尽上了这个本分 做了这个儿子的责论 三十年在家里 做木匠 因为他父亲是做木匠 所以顺从 孝敬这个父 之后才出来这个讲道 但是我们也知道 耶稣出来讲道的时候 在法利赛人的当中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什么 很精畏神的 但是耶稣却责备他们 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 15章3到6节 马太福音第15章3到6节 我们来读一下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 换神的杰命呢 神说当孝敬父母 又说众怕父母的 并支持他 你们导说 无论何人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 已经做了贡献 祂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是你能够接这遗传 我就不必再给父母了 那耶稣就责备他们了 谁说是这样子的 祂说提示圣经里面说 是你要爱神的意 但是你不能够把神的 这个一个另外的诫命 就是孝敬父母的诫命 把它废除掉 好 所以这是耶稣很清楚的 这个来 跟这个法利赛人讲 所以今天我们呢 我们侍奉神的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很爱主的 你不要 说我很爱主啊 就复裂了这个孝敬父母 这是神非常不适应的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要爱神 我们要把神聚首位 但是不可以复裂 对父母的这个孝敬 所以这是耶稣讲得非常 非常清楚的这个一点 所以保罗强调了 对不对 保罗在这个提前五章八节 提摩太五章八节 说什么了 好 我们一起来一遍一下 人若不贪慕心 就是黑了 神啊 比不信的人还要不好 不看过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所以这里讲到清楚 特别 包括在这个父母的这个里面 如果你自己父母不照顾 不小心的话 他说啊 比不信的那个妈还不好 所以保罗讲得更清楚 所以以福所书刚才我们所读的 以福所书是保罗在哪里写的 在监狱里面写的 所以在监狱里面 他重新的提到说 你们要怎样 孝敬父母 好 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孝敬父母 第六章 以福所书 第六章 要孝敬父母 持理而福 在世常受 这是第一条拜议许的经历 好 再看这个下面 好 你们作合理的 要在福利 贫穷父母 这是理所乱乱的 孝敬 贫穷 然后说什么 理所乱乱 他们说在圣经里面 有三件事情 圣经讲得很清楚 理所乱乱 孝敬父母 是理所乱 什么是理所乱 就是不要讲理由 自己应该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是理所乱 那我想 今年我也讲过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 把我们怎么样 自己的这个 当作活计献给人 这是什么 理所乱 然后我们讲说 为什么理所乱 因为他爱我们 救我们 本来我们该是死的 但是他却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把自己献给人 是什么 是理所乱乱的 孝敬父母 你从哪里来 父母生的 他生了你啊 你来孝敬圣经说 真的吗 理所达乱的 这个就是理所达乱 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在《雅各书》 我没有 好像我忘记放 《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 《雅各》是讲到这个爱情嘛 《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 如果没有 我先读一下 因为你信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甚至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达乱的 当然我们说这个《雅各》的时候 是讲到什么 教会跟主的这个爱情 所以他们就讲到这个教会 你是此时 你是你 所以爱主是什么 理所达乱 所以圣经里面三个理所达乱 他们说 是理所达乱的 所以当我们说爱主是理所达乱 你想一下是的 今天我们是何等的 这个是有罪人的 但是神却给我们的 爱我们救我们 所以我们爱祂是什么 是理所达乱 所以今天我们 听到这个三个理所达乱 特别要记得什么 孝敬父母 听同父母 是什么 理所达乱 理所达乱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功课 我讲一两个例子 我们就结束了 有一个 有一个家庭 丈夫死了 留下寡妇和四个儿女 那么这个寡妇做苦工日夜勤劳 使这四个儿女都得到了大学这个毕业的问题 那么最小的儿子 他完成了这个毕业典离之后 得到最优等的奖赏 品学典离之后 品学兼忧 贵宗的这个掌声如雷 他从台上赶了毕业证书和这个奖励 走到台下 流着眼泪 向母亲说 母亲 这些奖赏和毕业证实是你的 因为 你的劳苦 才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贵宗经典都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从这个儿子的身上 他没有忘恩父母 他没有说是他自己 他完全归于他母亲的心 所以这个是什么 我们说也是孝敬这个父母 那么一个主内的姐妹非常不喜欢他的婆婆 因为他的丈夫很孝顺母亲 于是他想办法对付他的这个婆婆 这个是婆媳之间的 他婆婆对他说话 他专作听不见 和婆婆一起吃饭 也不理睬他 有各种方法要使婆婆难堪 那么他是基督徒 有一天圣灵就关照他 使他看见对婆婆的不笑不尽 仇奔刺心是不应该的 也失去了基督徒的 应有的这个生命 幸好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 幸好他没有消灭这个圣灵的这个感动 他就像主这个认罪 会改自心 所以改变对婆婆的这个态度 因此不但是婆婆得到这个安慰 家庭也得到快乐 那么自己也蒙进这个喜悦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那么另外一个 是一个很出名的叫 Saint Johnson 他是文豪 那么他幼年的时候 家境非常的轻苦 他的父亲是靠着拜书 在街上拜书 来这个养生的 所以如果一天不拜书啊 他们家庭的生活就没有着落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有一天他父亲病倒了 那么叫他去摆这个酥汤 以至能够维持家庭的这个生活 但是他却不肯去 因为怕同学的消灭 所以父亲一直叫他去这个 摆酥汤卖书 但是他就是不肯 所以父亲没办法 就自己去这个卖书 那么借过回家 当天病得更严重 后来就过世了 从那一天开始 他心里面总是 深感觉这个傲人 他就想 为什么父亲叫我去我过去 只请我去看 帮忙卖一天的这个书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这个难过 父亲死了 是因为我不听话 所以以后再有机会 可以孝敬这个父亲了 所以后来他成名了 每当他父亲过世的那一天 他都站在那个他父亲卖书的地方 来这个好像也是忏悔 奥悟想到父亲的这个心 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今天 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 我们好好地消敬我们的父母 要等到他们过世了 所以今天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信息 就是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 我们来消敬我们的父母 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回应 神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起立我们趁一排就好 509个 应该是509个 每个人慢慢来带来 还有很久再踩一排 第一排 五身十三岁 五身十三岁五双净 父母几成十四福分 想念父母交量复兴 我身何胆父亲能 父亲母亲当孝敬 上帝皆命当尊心 孝敬父母真皆敌 成全圣子两天 第二 第二第三 第二第三第三 向祢借名当准行 孝敬福不准借名 成全身赐热天国 不许主不义尽其身 但准一生三生计 等了今生进行敬礼 是否是否有福利 父亲母亲干孝敬 上一天灵当准行 孝敬福不准借名 成全身赐热天国 天父这是我们的祷告 祢自己教导我们 要孝敬父母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可以听到祢的这个 教导祢的话语 主啊就帮助我们 我们要靠救主的力量 主我们尽心尽得来爱 我们也不忘记 要孝敬我们的福 祢来帮助我们 祢来带祢 祢来带祢 服侍神 教养儿女 处理这个家里的一切的食物 都有祢自己属天的这个力量 是福于祢 恩待祢 带领祢 帮助我们做这个儿理的 我们也能够听从 孝敬 我们把一切荣耀都给祢 感谢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全 感谢听到